以 PC 線上遊戲《疾風之刃 Critica》為基礎推出的手機遊戲 無盡審判倖存者 依舊主打一個割草爽變的風格 不過從動作遊戲變成了較為休閒的 Roguelike 玩法 透過在戰鬥時收集經驗球 每次升級都能夠獲得或強化一種技能 通過各個關卡後 我們也有機會獲取裝備提升角色的基礎能力 如果獲得了新武器更能夠連帶更換操作人物 升級時也能夠獲取不同的技能組 遊戲的整體難度不高 不大會碰到裝備沒強化就打不贏的狀況 主要還是讓玩家打得爽為主 玩起來相當輸壓喔 人氣女子高爾夫原創動畫《小鳥之意》 改編手遊《小鳥之意》揮桿把高求少女 有著真實高爾夫的打擊效果 還能夠換上原作經典服裝 和各地的玩家即時對戰 10月3號上市 快來揮桿一決勝負